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乐不是那样的人 你跟他那么久的朋友了 你还不知道他 怎么 你什么意思呀 我不了解他 你了解他是吗 老婆 你这是位置没摆正吧 你怎么总替他说话呀 是不是你对他 于情未了 怎么 吃醋了 你不是情场高手吗 你还会吃醋 我开着车呢 我吃谁的醋 我也不会吃他的醋 小语 我告诉你啊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所以呢 你既然选择了我这个熊掌了 舒一乐那条小鲫鱼 你就别老惦记了 好吗 看你 看你 那么小的事你都处理不了 你还能干什么 爸爸这事真的不能怪我 我早就说过了 舒一乐这个人他脑子有问题 他死心眼 都不好说话 他不是你老同学吗 老同学怎么不给你面子 其实这事赖我 我也是刚知道 这个舒一乐 是爱与前男友 跟咱阿伟是情敌 这都干的什么事啊 爸爸 我跟舒一乐呢 是交往过几天 但是谈不上什么感情 后来他又和我的同事 李小曼结婚了 懒得管你们那边懒交 爸爸 以后广告公司那块就交给你 你帮我盯着 好 你放心 红旗野金那边的案子 我也会努力争取过来的 好 交给你 我放心 我不要 你新生孩子那些事自己啊 豪致五百万 保胎 我的妈呀 五百万呢 啊这这这真是 你这明星生的孩子 真是太机会了 不会不会真的 钱是人挣的 可是你过来胎 他可就有时间了 过来这个车没这个件的 是啊 老胎虽然花了五百万 可是人家豪门这个 少奶奶的位子可保住了 对呀 对对对 我忘了告诉你 那做药那个王伯伯 儿子上个礼拜车祸走了 可怜王伯伯 就那么一个儿子 十几亿的财产 后继无人 你说 爸爸 您今天的感慨好像特别多啊 我是觉得人生无常啊 你看 咱们这么大个家 就咱们四个人住啊 不觉得太冷静了吗 喂 阿宇啊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替我抱个孙子 爸爸 咱们吃饭呢就不聊这个了 你看我这么年轻 我又不着急 再说了我还想多玩几年呢 玩玩玩你那玩就什么了 你帮我玩一个小人出来好不好 好啊 你们不伸 爸爸 他们不伸 咱们两个伸 咱们替阿伟添个小弟弟好不好 好 有事吗 好啊 那我当然愿意了 我愿意为阿伟添一个弟弟妹妹 可是 阿伟应该不愿意吧 这怎么会 她怎么会不愿意 阿伟 应该不愿意吗 怎么会呢爸爸 这是好事啊 再说了像这种事情 我有什么资格发言呢 您和妈决定不就好了吗 好好好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 说干就干 见婚人就生 小妈 你什么时候 跟我们收家生个孙子 我 我其实根本没打算生孩子 不是 你说什么 你 你是说你跟那个 一了就没打算生孩子 这这我没听错吧 是啊 妈 你知道吗 我现在正 轻贫那个一级一级着 忙着是不可开交 我不能因为生个孩子 就拖了后腿吧 哎哟 你吓死我了 你是暂时不生孩子 我还以为你要当那什么 什么丁克一族呢 什么丁克 丁克就两口都不生孩子 丁克一族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们单位 有好多都是丁克一族 人家光享受二人世界 不也挺好吗 对 说不定我跟依乐将来 我们俩也要当丁克一族的 小妹啊 我可当玩笑听啊 咱可不能学那些个 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小青年 奶奶 那不生孩子 怎么就叫做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了 什么人呢 女人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孩子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奶奶 那女人怎么一辈子重大的事情 就变成生孩子 那还有很多事可以干呀 再说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那女人不能把自己当成生育工具 什么生育工具 那女人还不生孩子 还叫女人嘛 就是你啊 真是 小麦我跟你说啊 那个社会上是有那个丁克一族 但是咱们家 咱们家是传统家庭 咱们得生孩子啊 你们得生 我妈说得对 小麦 咱们不开玩笑了啊 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容易卡着 对 太玩笑了 我当时不是和你说过 你 你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 怪瘆人的 这 还瘆人 你刚才说那话才胜人呐 你还不要儿子 那我们还要孙子呢 还丁克 没门 没门 连窗户都没有 没窗户 连份都没有 那生不生孩子 是我跟依乐 我们俩自己的事 你们虽然是长辈吧 但也没权利 干涉我们俩的自由吧 你说什么 我们没权利 我们怎么没权利 我们孙子的事 我跟你说小麦呢 你不懂事儿 但是这些事儿我不能不跟你说 我就依乐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眼瞅着你们老了 旁边没有依乐给你们 蹲茶倒水知道吗 哎呀 我们书家就依乐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还指着传宗接代呢 小麦 我们书家就前进这么一个儿子 一乐这么一个孙子 这孩子不能不生啊 也不光你们老书家 我们老刘旗也是 不管你们老书家 还有你们老刘旗 那我们老罗家 也就喜振这一个闺女 这个一乐这一个外孙子 我们还等着一乐 给我们传宗接代呢 我们老王家也不大意 虽然一乐是我的外孙子 但我们老王家没有孙子 就指望一乐给我们传宗接代 小麦 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那个爸 妈 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这个事把她急不得 我跟小麦认真研究 仔细揣摩过 这事呢顺其自然 怀上了就要 对 对 对 小麦 怀上就要了 这我不反对 阿玉啊 你也加把劲 要不 要不咱们来比赛 干两个军事 好 爸爸 那我跟阿伟也努把力 争取让您早日抱上孙子 这样以后让他们数之二人 两个小家伙也可以做个伴啊 家里更热闹 爸爸 你说好不好 好好好 你和阿芳两个人 谁要是为我们上家宣 孙小一人伴侣 我就奖励谁 上市百分之十的股份 不论男女 百分之十的股份啊 好吧 爸爸 这生孩子们是个好事 可是您怎么能拿公司的股份 来做生孩子的奖励呢 哎呀 公司性上啊 只要是性上的人分一点工资股份 这有错吗 这人说肥水不落万人天 来 来 加油加油加油 来 我问你 舒医乐 刚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见你们一家人都在围攻我啊 还上纲上线的 什么不生孩子就是自私自利了 就不负责任了 就不是女人了 你倒好 你不开箱帮我也就算了 你还跟他们同一战线 你还问我呢 那咱俩曾经聊未来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你还要当丁克一族 别说我爸我妈了 我都吓一跳 那怎么了 我不就随口说一句吗 至于把你们紧张成这样吗 对 跟你说实话 我的确没想好 将来是要不要孩子 没想好您就别乱说呀 您并知道我们家一带三船 是不是 这老人们看的这个传宗接待 比看的天都大 好家伙 您来一句要当丁克一族 那您不是拿鼻子涂马蜂波吗 我看啊 这里面最大的马蜂就是你 至于紧张成那样吗 我一句话 谁让咱是独生死女啊 是不是 你看 从我爸里头算 我爷爷 我奶奶就我爸一个孩子吧 我爸就我一个孩子吧 再从我妈娘算 我姥姥 我姥爷 是 我曾经有过一个舅舅 但也一个娘找事了 那就剩我妈一个孩子 我妈就剩我 行了行了 你别给我算了 那好像生孩子有多大事似的 你以为全中国的未来 就指着咱们家孩子啊 全中国的未来不指着咱家孩子 那书家 刘家 罗家 王家指着咱家的吧 那还说你们家呢 那郭家 李家指着咱们家的吧 怎么 难道你也指着我跟你生个孩子啊 老婆 我爸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开一家小餐馆 养活我的妻儿老小 晚上呢 做一大桌子好吃的 看着我的父母大人 老婆大人 孩子大人吃的 开开心心的 吃完饭 我左手牵着你 右手牵着咱孩子 咱孩子手里再牵条小狗 在小区里一散步一溜达 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愿望 真好啊你这目标 人家的志向呢 都是当总理呀 当总统呀 当老总呀什么的 你倒好 就想当一家庭妇男 是 我就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男人 我对生活的态度呢 就是平平淡淡 实实在在 您要是嫌我 匈无大志 您可以随时退货呀 但你手持小票 乖不生气啊 宝宝睡觉觉 不生气啊 老婆 老婆 那个 妈 要不 要不咱还是生个孩子吧 我真特别喜欢孩子 咱要是生了孩子 我保证我天天不打游戏 我光带孩子 我不给你添一丝一毫的麻烦 哎 小的美 哎呀 老公你没事吧 哎呀 山哥 你以为养孩子就跟养宠物似的 养得高兴了就养 养不高兴了可以送人可以卖了 这孩子一旦出生了 就是咱俩一辈子的责任 一辈子的负担 不管他健不健康 也不管他成不成才 他的命运就和咱俩联系起来一辈子 你想想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有什么可怕的 全中国人不都这样吗 行了吧 还全世界呢 啊 为了你能有个能哭能笑的活玩具 就想把我拉下水啊 门都没有 不仅门 窗都没有 不仅窗 缝都没有 上帝创造女人出来就是生孩子的 生孩子的就是女人的责任和义务 你输医勒娶我 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输家传宗接代的 那个传宗接代不光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你呸 输医勒 没想到你的思想那么腐朽那么落后 不是您连孩子都不生 您的思想也未免太先进太潮流了吧 是不是 您要是都这样 全人类都像您这样 那咱人类不跟恐慕似的都免绝了吧 行行行行行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告诉你 舒一乐 我李小曼不是你输家的生育工具 要谁能生 你找谁生去吧 行 行啊 李小曼 行 要是老婆大人您同意呢 我也愿意不辞劳苦 反正孩子生下来也能管你叫个妈 干嘛 行 舒一乐 你说的啊 你说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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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 我我我我开玩笑的 我我开玩笑的 你别生气行不行 小曼 小曼 小曼你这要干什么就 你了 哎呦 这干什么事啊这是 小曼小曼 别追 连做媳妇的本分都不知道你追什么追啊 我说劝人家 劝什么劝啊 越劝越来劲 我去 哎 小曼 你妈说的对 真的 不惯他毛病 你让他回家冷静冷静 我让他能收敛收敛 这生育工具根本大事啊 我跟你说 咱们现在一定要团结一致态度坚定 才能让小曼改变主意 要不然 你这一辈子连爸爸都当不成 对 行 行 这孩子孩子 你这么不听话 行行行 我不追了 我不追了啊 我给他打电话去我 这孩子 真是 你也是去让他追回来啊 追什么追 也像你 你那没出息玩意儿 真是 像你是没 妈说的什么意思啊 先把钱换上阿姨啊 我看你是有多大的事呢 天下俩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呀 你还是还经常咬着舌头呢 行了明天回去就好了啊 我才不会回去呢 都什么年代了 他们一家人还那么老观念 他们一家人数了我也就算了 我最气就是那书医乐 关键时候他就掉链子 老实说 就生孩子这事不仅是医乐 妈跟你婆婆大人也是一条战线上的 妈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跟他们是一条战线上呢 不仅是你婆婆想抱孙子 妈也想抱个外孙啊 你想想啊 妈是一个独生子女 你爸也是独生子对吧 咱你家这块 他们国家就指着这个孩子呢 啊 哎呀愿不得你公婆生气呢 医乐可是他们家唯一的孙子 也是唯一的孙子 你这么说 不把老人们气坏才怪呢 那书医乐 也不能把我当成生育工具吧 那好像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专门为她书家传宗接代似的 这话是不好听 可是咱们女人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职责就是生孩子 妈 你的观念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腐朽啊 小曼 别的事儿 妈永远是跟你站在这边的 生孩子事儿 妈是跟你婆婆公公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一乐 我们是同一站线上的 行了 就睡觉去吧 妈 你们整天都在想什么 好 睡去吧啊 行了 先睡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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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 你错了 以前 我的前两人继母 都曾经想过以生孩子的方式 来拴老我爸爸 可是呢 我爸爸一点都不为之所动 今天居然 他主动提出来了 想要玩的 我真怀疑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爸啊 之前不愿意跟那些女人生孩子 那是因为不爱他们 我看这回对林芳 他是动了真情了 动什么真情啊 我才是他的亲儿子 我为上市做了这么多事情 现在林芳 只要生个孩子 就能拿走上市百分十的股份 那我以后在公司算老几啊 林芳生的孩子 也是你爸爸的孩子 和你同样有继承权的 再说了 爸爸本来对你就不太满意 这下林芳万一运气一好 再生了个儿子 给你添了个弟弟 得 你这地位可就岌岌可危喽 不可能 我就不可能 让这个老巫婆的诡计得逞 这为今之计吧 倒是有一个办法 就算不能阻止林芳 也至少可以跟她打平手 什么办法啊 老巫婆一定全力配合 我老巫婆一定全力配合 小皓 怎么了 还生气 上振国突然提出要个孩子 那在那种情形下 你让我怎么反驳她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 好 那既然你不高兴 我现在就回去 我把一切都告诉她 我跟她离婚 小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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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原谅我 对不起 刚才是我一时 醋意冲昏了头 才跟你发脾气的 对不起 别离开我了 爸 爸 今天周末我一会儿接小皓去了 急什么呀 才一天嘛 再说呢 他自己没长脚 不知道回来 小皓这时候不想回来 那说明还在赌气 你现在去接他去 就等于先向他低头了 那生孩子的事更跑出来 对 要我看呢 哎 一路想去这样的去吧 我就不相信 小皓他妈不想抱外孙 说不定小皓呢 已经被他妈说服了 就 就等着咱们给他个台阶下呢 不行啊 爸 凭什么呀 凭什么他们两口的炒完架 都是咱一路给他台阶啊 就是 小皓就不许 低回头啊 行了 行了 别跟儿子媳妇赌气了 想当初你年轻前 你手上处地想一想 你不也是吗 你赌气就往家跑呢 那前天也没少去接你 妈 多吃菜啊 他那个 他是不一样的 那以前 那以前全是前进的错 那这回 完全都是小曼的错嘛 哎呦 两口子闹矛盾 分得清谁对谁错嘛 我看把小曼接回来吧 说不定啊这一天 他回心转意了 想生小孩了 咱们这么大个家庭 何为贵啊 大气 家何才能万事兴 爷爷说得也对 那我接下来啊 慢着 一乐 这回这事绝对绝对不能让步 你到那个丈母娘家你看看 如果小曼肯生孩子了 那把他接回来 咱们就当这事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如果他还不肯生孩子 你就让他在丈母娘家住着 别借他回来 实在不行的话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离婚吧 妈你说什么呢 这好好的离什么婚呢 他不成孩子还不离 生孩子不成孩子就离婚呢 我自己事我自己会处理 瞎过啥呢 你跟我老爷跟我爷爷学去 家何万事兴 是不是爷爷 那大气 快去吧 我就接去了啊 那行了 你这别想那么多了 多吃点 来 这不是你爱吃的菜吗 哎呦妈 不想吃呢 小曼 姨子 妈 你去跟她讲我不想见她 哎呀口实心 小曼 小曼 哎呦姨子 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的呀 嗯 吃饭呢 我找小曼 在屋里呢 哎 你想把小曼接回去 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昨天晚上干嘛来着 是你妈不让你来对吧 哎不是妈 我不是琢磨着 小曼正在气头上 我让她先回家消消气 您不是也想她了吗 哎呀 伊朗不是我说你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呀 啊 在你眼里我们家小曼 就是给你们书家去香火的 生育工具啊 哎不是妈 您把我想哪去了 我这思想哪有那么腐朽度了 是不是 本来妈 妈 我是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嗯 我特想要一个 属于我和小曼的孩子 你 不是妈 您就不想要一个外孙子 您就不想要一个 将来在您身后的 一个小跟壁虫 还屁天屁天地喊着您 姥姥 我要吃包子 行 行行 来来来来 进去吧 哎 谢谢妈 先榨的果汁 嗯 妈 小曼 你不是要找别的女人 给你生孩子吗 还想我干吗 我那不是开玩笑呢 小曼 别生气了啊 跟我回家吧 你来接我回家 你妈答应了吗 那我要是不为你们书家 生孩子 你妈还让我进你们书家的门吗 小曼 你就别难为我了 你说 你把我夹在你和我妈中间 当这个加薪女人 我多难受啊 你有什么跟我妈不高兴的事 我先把左脸伸给我妈打 我再把右脸伸给你打 什么时候你们俩打得高兴了 什么时候为止 你说生孩子这事 咱是不是得从长期一样 我呸 哎呀 她装 哎哎哎 擦什么呀 喷着你了吗 没有 我跟讲舒一乐 你别给我装得可怜巴巴 跟个小媳妇似的 你承不承认 生不生孩子那是我的自由 承认 这绝对是你的自由 可是不 可是吧小曼 这自由成可贵 这亲情价更高是不是 你说咱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 咱不顾计老人家的感受啊 小曼 小曼也不是说一定不生孩子 现在你们这个条件也不太成熟 对吧小曼 是啊 我们俩现在在工房 压力是不是很大 是 那经济是不是不宽裕 是 那咱要个孩子是不是个拖累 是 不是 不 真 小曼 妈 嗯 这事你们放心 我一定能把这一切都平衡好 小曼 别生气啊 你跟我回去吧啊 你以为生孩子好玩啊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一辈子的责任 咱们的生活中心肯定会拽皮的 不会 小曼 只要你肯生孩子 什么时候生随你 等将来你怀了孕 我给你量身打造着孕妇套餐 然后等你生了孩子以后呢 咱 就每天吃完晚饭啊 咱去海边一溜达 我前头抱着孩子好点背着你 还有我呢 我这手在牵着咱们妈 你想象一下多美的画面 是不是 刚炸的 你说的 什么时候生听我的 听你的 哎呀 小曼你行吧 跟着一个回家去啊 赶紧的 谢谢 就你会的 哎呀 妈你们还没吃完呢 啊 我也没吃呢 那你坐下 哎 小曼你吃饱了吗 你今天是来凑饭的呢你爷叔叔 没有没有 这是小曼的吗 啊 那我去吃点东西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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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您吓死我了 不是 你进门 你怎么不敲门啊 敲什么门 敲门 我说他们都不在家 我明明知道 我还敲门呢 不是 你这干啥了 你这干啥了 我没干什么 妈 手里拿去 没干什么 妈 手里拿去什么 没干什么 妈 快告诉我 妈 妈 妈 你这头帘换柱是不是 换这臂筋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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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 谁呀 谁也没在家 妈 您上这屋干嘛来了 我 我这我来瞧瞧 瞧瞧 瞧瞧 您上上衣了的卧室 瞧瞧您瞧什么的 妈您 您说实话 您干嘛来了 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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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干嘛来了 我到你 还傻眼 还傻眼 咱们两个想的 一块儿去 人 cri 不虚童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家里有人吗 有人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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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出了吗 家里没人了 没人 怎么了 谁也没人 哎呀 这三个女生 我看真是一台戏 换完了 换完了 对 妈 你们说小曼 会不会发现 把她药给换了 哎呦 你就放心吧 那瓶药啊 还是我前一个时期 送给小曼跟依乐的呢 这种药 我们相接生者 多得去了 找一个 颜色跟大小一样的 维生素片 放在这个药瓶里头 我保证 小曼那看不出来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 哎 就这 有人还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哪 哎 一会儿说我不讲卫生了 一会儿又说 我不会用那个 微微微微微波炉了 一会儿又想我不会用 什么洗衣机了 嗯 行了妹妹 别嘚巴了 行不行啊 啊 咱俩现在目前需要 统一阵线啊 啊 怎么让小二怀仗硬 给他生个虫孙子 你就别搞你那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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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嗯 看在我 宠外孙子的面上啊 嗯 我就不和有些人 斤斤计较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咱们是 英雄所见略同喽 当然了咱们三个人 都做了一件 善意的花 是 哈哈哈哈 啊 李乐 梁总 您负责咱企业宣传的 广告公司定下来了 嗯 是上市的广告公司 是 为什么呀 那么多好的广告公司 那么多好的创意 您为什么选择一家 性价比最差的公司呢 嗯 性价比最差那是你的评价 我和几个公司领导看 都觉得很好 很有创意 哼 这叫创意呀 啊 啊 这不是哗众取宠吗 这不是画儿不是吗 这不是除阳的线吗 这不 李乐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主观 这么个性膨胀好不好 为什么总是拿你自己的一己之好 来否定别人的看法呢 既然是搞企业形象宣传 我们砸那么大一笔钱出去 不就为了听个响吗 那不是哪家广告公司动静最大 我们就选择哪家了 咱花那么多钱 砸一笔广告是为听响啊 这不是败家吗 你 你 你看看你这个脾气啊 一冲动起来 就口不择言了 我这真不是冲动 我这是愤怒 你知道上市集团的少东却是谁吗 那少伟志是我大学同学 上市广告公司就是他负责的 他前一段开赞广告的回控 来诱惑我 我都没上他的当 我没公司当公司对我的期望 和反过头来呢 您却选择了这家公司 就这家 予乐 你什么意思 你是怀疑我被上市利用了 我没这么说 可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选择一家 报价最高的公司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上市方案虽然报价最高 可是方案也是最好的 予乐 你能够坚持原则 不寻思 当然是好事 但如果你仅限不平行 我也会相信你的 可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 我的决定也是客观公正的呢 公正 你 方主任 你说 这明明上市广告公司的方案 评分最低 怎么最后公司还是采纳的 上市广告公司的方案 听说 上市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尚美智 不是 跟你们书科长 那是大学同学 不是 那在讨论会上 这个书科长不是明确表态 说上市广告公司的方案 性价比低 不被采用啊 小游啊 你太没脑子了 那不过是做做样子 掩人耳目罢了 我们以前都看错伊勒了 他这个人是表里不一啊 对对 这个林芳是有点本事啊 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把红旗野金公司的案子 给拿下来了 我早告诉过你 林芳不是等线之辈 只要他看准的目标 绝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这可好 他在爸爸面前又挣了一回脸 而你呢 又让爸爸对你试了一次望 说起这个事我就来气 你说这事怨谁啊 那还不是怨舒逸乐吗 他但凡肯帮忙的话 事情至于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吗 我刚刚给他发了条短信 我告诉他 他们杨总最终还是选择了 我们上市 我想他这回脸色应该会挺难看的吧 你也真是的 现在还想着怎么跟舒逸乐斗气 你不先想想怎么对付你那步步紧闭的后妈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着对付 喂 上总 我说你是缺心眼啊还是没脑子啊 你跟我嘚瑟什么你 我就是在你面前嘚瑟了怎么了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你别以为少了你这个胡萝卜 我就成不了戏了 你嘚瑟个屁 你知不知道 人家这回其他公司的案子 比你公司做得好得多得多 你说你不花花时间 你看看人家公司的优点 你找找你公司跟人的差距 你给人回口 你花时间找关系 我告诉你 你要再这么下去 你的公司早晚完蛋 我们公司的发展前景 就用不着你来操心了 如果你有这个闲心的话 有这个时间的话 我拜托你多考虑考虑 你自己的事情吧 你想想你得来不易的 这个科长的位置 还保护得住 拜拜 你跟谁吵架 还能跟谁啊 跟你的前男友舒逸乐 舒科长呗 你怎么走路的 会不会走啊 长眼睛没有啊你 刘四眼 舒逸乐 哎呀 哎 来来来快靠边靠边 好好好 等等等 怎么怕是女小子了 怎么是你在这儿啊 嘿嘿 一乐 怎么是你 怎么怕是女小子了 哎呀 哎 我说一乐 咱们高中毕业到现在 可是有十二年没见了吧 可不是吗 哎 把你肚子找回答了 哎哎哎 你别拿我眼镜 你是知道我这眼镜 哎 又深了啊 哎 又深了又深了 哎 哎 哎怎么样 最近在哪儿高救啊 哎呦 啥高救的 我那普通本格文凭 没啥含金亮 到我爸我妈三位付给饭吃 哦 哎 你咋样啊 我 这小车开上了 哈哈哈哈 啊 那小帽也戴上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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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太太好 相当一个操作圈 哦 一个 REALLY 青春过往 傲然挥手看 幸福模样 靠在谁身旁 留不住的时光 带走感伤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偷游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会在谁身旁 在谁的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